好想編一首歌喔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曹文森少年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德國稀有的電動工具 大家都說我們變了 我們以前很喜歡介紹很多工具給大家 現在都不介紹了 我們以前常常推坑大家男人們買工具 現在好像不推了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大船入港了 2022年全新系列的德國製造 德國進口的電動工具開始了 所以這集非常的危險 請好好看管你的家人 因為看完之後 你可能會失去一些錢包裡面的小朋友 而今天我們要講一個 我在我個人裡面 我通常把它當成秘密武器在使用的一個品牌 他們做了非常多的特殊工具 而這些特殊工具在市面上非常的少見 不過它也是常常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能夠增加做出很多很厲害的細節 跟做出人家做出來的東西的一些秘密武器 好比說這個 看起來很酷吧 它怎麼使用的呢 像這樣這樣子 它是幹嘛用的呢 不知道對不對 大家不要擔心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說 還有這個東西 好 這個東西又是幹嘛用的呢 它操作的時候是這樣子 這是幹嘛用的呢 不知道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呢 像這兩種東西 我們都會稱之為叫做 特殊的架工電動工具 它就是一般在市面上 你很少會看見的 不過呢 它卻是在我們在西工裡面 拿來做來做拉絲啊 或者是你的圓管啊 然後把一些細節 你就不用拿或任答 再慢慢修慢慢修 它不只能夠快速的完成你的工作 而且做出來的洗牌店 非常之漂亮 所以呢 它就非常適合在現場加工 或者是你需要到暗場 直接現場製作的朋友 不過呢 今年更危險了 今年它們除了以前出現這些神秘的工具之外 它們又推出了更多新工具 Senta 是不是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呢 除了它特別小 特別輕 後面有機身帶 可以接起成績之外呢 其實我們今天想要介紹的是另外一種 FoFoFo 不好意思 三角形的Senta 有沒有看起來像熨斗一樣呢 大家所有木工 鐵工 受裝潢的朋友 在用Senta的時候 你一定遇過一個問題 就是以前我們的Senta是方形的 或者是我們是圓形的Senta 旋轉式的 所以當你在四個桌子的小角的時候 你是用不到的 那你就會拿一個砂紙 然後把它這樣折一個小角 然後這樣子 去戳你的那個四個夾腳邊 而這個呢 它一樣後面有一個集成袋 你叫細小型的 它有集成袋 在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裡面感覺像是一個小彈簧一樣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它不會有一種拖住 或者是裡面的那個 集成的灰塵全部塞在一狗的樣子 然後呢 後面一樣可以接吸成器 這個運斗型的Senta呢 它們的真正名稱叫做 無刷腳型沙子機 也就是一樣貼出沙子 那沙子都是智年式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撿沙子 或者是到他們的官方網站上面去買它的沙子 北東南的地區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些比較大型的 就是DIY五金行 然後它還沒夠找到這種 算是比較少見的沙子 不過你也可以在這個地方直接去訂購它 他們很怕你買不到 所以趕快放在那網站 然後呢 當然了 還有第三種 包 包 第三種 圓形式的Senta 這個當然就不用多說了 大家都很常見 但是Butter 請注意看它旁邊的設計 有沒有看到旁邊它就有一個保護的防撞網 也就是我們常常在工作的時候 你常常你第一個爛的是什麼 是你的這個邊 因為很多小朋友不會用 就是為了要貪快啊 去硬要把去乾一些腳邊 所以你的旁邊都常常被打得亂七八糟 然後就會造成你的研磨不均勻 你的研磨不均勻 它就會造成你的凹凸面跟你的水平面 沒辦法磨得非常漂亮 德國原裝鏡頭 你知道德國原裝鏡頭轉起來的感覺 有什麼不一樣嗎 為什麼不一樣 你有沒有開過國產車 有啊 國產車開起來的感覺 跟賓士車開起來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的 就是一樣都是四顆輪子嘛 一樣都是一個車子 最大的差別 就是那個細膩度 為什麼很多人追求一輩子就是想要開歐洲車 你嗎 我沒有追求一輩子啊 我還沒到一輩子的時候 我已經遇不到啦 它就是那個細緻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樣都是電鑽 我跟你講 德國進口電鑽轉起來就是不一樣的 細膩啊 就像是它的一個小盒子 它裡面的盒子嘛 就像是很多人買玩具的時候 不就是有一個很爛的紙盒嗎 然後不然就是外面有一個很爛的塑膠包裝 它裡面的盒子就除了你的工具的這些工具 說明書之外 然後你把它丟進去 重點來囉 你的工具或是你的公司工作 它是常常會有一些鷹壓的 就是有一些灰塵 那你很不喜歡你的灰塵 佔滿你的工具的 你就可以這樣子 把它裝在箱子裡面疊起來嘛對不對 然後咧 把這個地方扣起來 扣起來 各位 厲害的事情發生囉 好 這什麼東西 細膩感 你還記不記得你買賓士車的時候 我當然也不記得因為你沒買過 你還記不記得你買賓士車的時候 你趁衛打開旁邊會有一個QR Code的賓士的碼對不對 這個碼 就像是買季口車一樣 再來旁邊 你的箱子跟你的箱子放在一起的時候 旁邊它都有一些就是圖 你會知道說這個東西箱子裡面裝什麼 你需要用的時候你再把它拿出來 可是每天翻箱倒櫃 時間永遠是最貴的 對了 剛剛忘記跟大家說 它旁邊不是有一個集成袋嗎 它集成袋就是你一般在方便使用 如果今天你要磨一整天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呢 C層器 吸成器長什麼樣子呢 長這樣 是不是很可愛 看起來是不是很高尚 一顆小的鏈子 沒有很小吧 把它從這邊放進去 然後蓋起來 然後蓋起來 打開 然後咧 它們以前有出過一個方形的吸塵器 它們方形的吸塵器跟現在新的吸塵器都有這個功能 抖動 抖動你的濾網 然後咧 它的裡面 它有一段跟兩段 旁邊這裡一個是吸嘛 然後一個是出 據我所知 這些厲害的工具裡面 你的吸跟出是可以通用的 它變得可以推氣 它的好處是什麼 你去露營嘛 你露營然後會很髒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把車子吸乾淨 你露營要幹嘛 要充氣床嘛對不對 打開這個 然後充氣床 插下去 床就會瘦 然後咧 它的下面是什麼咧 刀垃圾的 像這樣子 兩邊打開 然後它有個集塵袋 這邊就是HIPPAR力王 所以你吹出來的空氣就是 HIPPAR HIPPAR 我跟你講 這次才不會臭 它們都會有用一個集塵袋啦 不過台灣人很聰明 都會拿一個塑膠袋 然後不然就是塑袋把它塑起來 那就可以了 不過它 空空的 裡面的薑食用也可以 然後你用完之後就把它 直接倒掉 像垃圾桶一樣倒掉就可以的啊 那德國人 稱為工業的翹楚之外呢 當然他們的重工業也是非常厲害的 除了這種小吸塵器 它當然也有重型的吸塵器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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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討厭的就是你的電線呢 現在你找到了一個花錢的理由了 後面一樣都是用兩顆電池 而這兩顆電池呢 就是跟你的Huranda 跟你的電鑽 跟你的Sanda 跟你的手工具 完全是通用的 前面一樣 非常的危險 說不定拿這個吸塵器跑賽車會討厭你 好 前面這邊就是你吸塵器的口啦 然後你這邊可以看你的電池的電量 那它現在這邊都會有一個叫做 AUTO MAX 就是它能夠智能的自動操作 也就是你在開機器人模的時候 它就自己會啟動 你把它關掉的時候它自己就會關起來 大的吸塵器也是德國原裝進口 現在全台灣就是這一台了 我們為了不要讓我們太像賣吸塵器的 我們趕快進到下一個項目 好了 看完德國的吸塵器之後 我們接下來來看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東西 也就是起子機跟電鑽 美大寶呢 他們是一個在大多數電動工具 都往中國發展 中國組裝的項目當中呢 很少數還在堅持 有些東西還是要德國製造 德國組裝 德國生產 德國安全 你知道我覺得賓室最屌的地方在哪裡嗎 來啦 細力 不是 賓室 它屌的地方就在於 它的安全系統 像我們車子會有一些什麼防重輔助系統 然後會有一些跟人身安全的什麼座椅啊 什麼劈啪之類的 只要今天它是賓室開發出來的 因為它們稱為是一個很大的車廠 所以只要它發明出這個 跟安全有相關的 跟人類安全有相關的 跟保護你車上乘客有相關的安全系統 它們都可以無償的給所有的車廠裡面使用 而美大寶呢 他們也一樣 沒有 好 他們是我們在所有拍過工具類影片的 你有沒有發現就在這兩三年來 我們拍過它安全的項目是最多種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以前從一開始有什麼防夾的系統 然後或者是它裡面的環片的環扣 它有一個防卡的系統 它基本上是把所有有可能的安全危害 去研發把它降到很低的一個品牌 那你知道為什麼 每一年每一間公司都有出很多電鑽 也都出了很多電動騎士 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還要一直在發明新的電動騎士嗎 賺錢 唉 你們這群人怎麼這樣 不是 可是 你知道其實在每一年的工具發展 跟每一年的工具發明上 他們都會去做微調修改修改 就像車子啊 車子已經 到現在已經多少年的歷史 為什麼人類還是要一直發明新的車子的東西呢 賺錢 所以接下來我就跟你們講 為什麼他們的情形機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這一支 是我大概用兩年的機子 他們在當時號稱為200牛 你知道200牛是什麼意思嗎 我知道 身為一個膠大機械系碩士 對 AKA自稱力學博士的人 沒錯 為什麼你當碩士可以自稱博士 這個邏輯上有一個問題 請來跟我們觀眾好好解釋一下 200牛的第一 你可以怎麼樣幫我跟觀眾解釋一下 這個電動的力到底有多大 200牛米其實是一個國際單位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20公斤重乘上1米的扭矩 那20公斤重乘上1米 在一顆螺絲上 螺絲的半徑大多都只有1公分左右 那在這樣的換算下 它就等於承受了2000公斤重的努力 那這樣是不是很大 那你講完了嗎 我講完了 我幫大家翻譯翻譯 它剛剛講說的意思呢 也就是說 就是這個電動的力量 大概可以用1公分的力矩 然後舉起一台側 差不多 你有沒有發現我用三句話就解釋完了 好好學習 我會加油 去後面 去後面 這是它的上一代 也就是我自己用一兩年的上一代 它有志工牙根 然後它裡面有12段的系統 然後它們今年呢 進來台灣的是新一代的 插載它是有三段 它後面還有一個CAS 像以前不是有Type-C的電線 然後有那個Lightning的 那跟以前早期在有Nokia Motoora時代的時候 很多的電線大家不通用 所以它們現在手工具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它們之後就加入一個叫做CAS的系統 也就是這個系統 大家的電池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你跟台灣所認識的那些是沒有通用的 上一個版本跟今年新出來的版本 它其實都是較200牛 你如果詳細看它的細膩度 也就是它今年的頭這邊多出一個凸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有戴手套的時候 就是你的手感可能會比較明顯一點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工種 就是大部分都是使用一種 定速的方式在使用的話 那你就可以買這種今年新的 如果呢 你是就是跟我們一樣 是屬於綜合型工業的人 你就可以去買這種12段的 大家你一定都想說 電鑽不會就長這樣嗎 它到底在鎖起來有什麼不一樣的呢 那我就會告訴你 車子不就是長這樣嗎 開起來有什麼不一樣的呢 我跟你講 開起來他媽就是不一樣 好的電鑽它跟一般的電鑽到底差在哪裡呢 就像好的車跟不好的車開起來 差的重點就是細膩感 C5 新的我們來試看看工鐵好了 C5 欸你不知道工鐵有一個小訣竅嗎 你如果有些你那個白木的小學徒 然後他拿那個志工牙然後工鐵 他一開始就這樣子 也是可以 C5 碳鋼還可以啦 尤其是做不鏽鋼 還是做什麼的時候 你在某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讓它瞬間溫度太高 不然你的頭會因為過熱變形 因為你很像轉目取火 對 所以我們以前的訣竅都是用點放 這樣子 會讓你們學到細膩的一招 其實每年當然不只他們 很多的工具商他們都會繼續開發新的電鑽 而新的電鑽到底跟上一代的新的電鑽有什麼差異呢 就很像你在買車子一樣 大改款跟小改款 今年像是大改款就像這樣 以前我們這邊都會有一個三角夾頭 那如果今天你突然想要用六角快拆頭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合上去 有沒有 像這種暴力機其實是一種你在居家生活當中 可以用一機比三機的概念 但是僅限於喔 就是你做的都是一些小型簡單的工作 也就是如果今天你要打牆壁 你要打水泥牆 這個坦白說勉強 它的好處就是它是像是UFC的格鬥選手一樣 它拳擊會一點 傾技會一點 力技會一點 而這個無刷電鑽呢 它上面就是有一個這個防掃椅 因為它的力量非常的大 它的差別跟衝擊起始就是差在 你旁邊你可以使用它有錘鑽功能 跟左邊撥過來 它是一般磚尾功能 如果今天你要打的是水泥牆 那你就會用錘鑽的功能 就是你千萬不要拿一個起子機 然後後面拿一個停車這樣子 而這個快拆頭呢 我個人極度強烈的建議 有一種人非常好使用 也就是它的這台機子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有公牙 你懂公牙嗎 在看牙醫的時候醫生會幫你 公牙 你可以怎麼樣簡單的想像牙的東西呢 牙 牙牙 牙起來了 其實我們剛剛用這個志工螺絲 你在攻進去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的鐵的旁邊 會有一個很像牙的痕跡 雖然這不是一個正確的公牙方法 但是我們在公牙的時候 都會用一種公牙器 那以前我們用手轉 但是人很懶嘛 人類在懶散的時候你只會想出更懶散的方法 那就是 用機器 可能在看我們頻道的很多朋友 你可能是沒有焊接的技能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江澤電鑽 然後前面你用一個公牙器 你就可以快速在你的鐵線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你要鎖螺絲的地方 供出一個牙 那就可以用螺絲直接鎖進去囉 所以 人類的進步是不會終止的 電鑽的進步也是永遠不會前進的 對不對 所以說人類的懶散是無止境的 所以手工具跟電動工具的進步也是永無止境的 而德國的特殊電動工具呢 其實還有非常多種 這個我們就下一集再來好好跟大家介紹啦 那你用過那麼多牌子 你覺得來家是手感最好的嗎 你知道就是應該這麼說啦 就是我用過這麼多牌子啦 我一定會有在買一個牌子 我喜歡的跟我覺得還好的 那其實我們會願意想拍的 都一定是我要經過我自己心中階的 你到這個等級了 就是你真的是一個夠屌的東西 然後我們才會想拍 另外一個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從來不想要去做那個 我這個牌子跟這個比起來 就是誰轉得快誰轉得慢 我跟你講我要誰贏就會誰贏 它是手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它是你選的電鑽 你的鑽尾你的鑽頭你的材料 甚至你要在上面做什麼任何作弊的方式 這個我們太清楚了 工具這東西跟車子一樣 你喜歡就好 什麼是新意的 好比說 國產車你在裡面不是會開燈嗎 你開燈的時候感覺怎樣 就開嘛然後啪 然後燈就亮起來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德國車開起來不一樣 德國車你光開那個燈有沒有 他燈就這樣慢慢亮 然後關起來的時候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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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